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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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合掌 無常甚深救度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慈 現解彌陀真實義 各位大德 各位蓮友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今日繼續學習佛說阿彌陀經 下面我們就開始學習正中分的部分 請大家合掌 已時佛告掌路舍離佛 從事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明藥極樂 祈禱有佛 好阿彌陀 今現在說法 好 這一段經文的意思就是 當時世尊觀察到眾生得道的恩怨已經成熟了 自己開金口 他對當時的上手弟子 射射尼佛就說了 他說 由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一直向西去 經過十萬億佛國土 那裡有一個清淨莊嚴的地方 叫做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的佛名號叫做阿彌陀 他現在正在講佛法 這一段的經文是簡略地讚嘆這個極樂世界 以及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願力廣大 而且跟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 緣分好深 彌陀淨土最超盛 而且最容易往生 目標專一 眾生能夠專心系念 一即是一切 專念彌陀的名號 即是念了無良諸佛 往生西方淨土 即是偏生各個佛國 這部經它的起點是很高的 開篇就直接這樣聚述了 淨土佛的名號 講明佛的果地境界 是沒有過程的分析的 直接就講到佛的果地境界 所以很高 眾生仰信接受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自己過多的分析 不需要你過多的思考 最重要是信 所以相信就好了 唯有相信 才能夠進入這個境界 所以善道大師 他在觀經書裡面 他有這樣說 他意思是說 希望所有的念佛人 都一心唯信佛語 不顧生命 決定依行 佛叫我們捨棄的東西 我們就要馬上捨棄 佛叫我們做的東西 我們要馬上去做 佛叫我們去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去 這樣才是 隨順佛教 隨順佛意 隨順佛的願 這樣我們就是真佛弟子 這是善道大師的教誨 印剛大師 他又在曾講文抄裡面 他又說 念佛一法 是以如來萬德鴻明為怨 這個萬德鴻明 是如來果地所正的無常角度 以果地角為恩地心 恩該果去果切恩怨 你看看 兩位大德 都是同樣這樣說 指出 這個念佛法門 是果地法門 所以跟其他法門是不同的 好 我們下面繼續學習 下面的經文 請大家合掌 謝利佛 彼土何故名為極樂 其國眾生 無有眾府 但受諸樂 故名極樂 由謝利佛 極樂國土 七重難順 七重羅網 七重寒樹 皆是四寶 周襲圍繞 事故彼國名為極樂 好 這一段的經文 它的意思是說 謝利佛 你知不知道 那裏的國土 為什麼叫做極樂 因為那裏的眾生 沒有任何痛苦 沒有任何的煩惱 只有開心快樂 所以那個國土 就叫做極樂 還有 謝利佛 極樂國土 它地上面 都佈置了一重一重的欄杆 一重一重的羅磅 一行一行的寶樹 都是由金、銀、流離、玻璃 四寶混合而成的 重重圍繞 無盡莊嚴 所以 那個地方 那裏的國土 就叫做極樂 這一段的經文 主要就是解釋了極樂這個名義 以及極樂世界的殊聖 莊嚴 離苦得樂 是眾生的本能 是佛法的利益 念佛往生 自然就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 那極樂呢 其實我們看一下 極樂 它用這個名字 是很有心意 它本身只是極樂這個名字 它是可以度眾生的 它使得虎老的眾生 恩無這個名字 極樂的 個個都想快樂 所以是可以度眾生 這個 它本身極樂這個名字 是成為眾生得度的強緣 我們看一下 是很特別的設計 好 下面我們再看一下 解釋一些明相 在這裡裡面 有一個詞的七重 七重呢 我們沒有被文字濁相 不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七重 也不是的 它是指多重 重重的意思 所以佛法裡面 這個七我們知道 它是含義 蘭筍 這個蘭筍 其實就是蘭肝 它蘭呢 通常是指整體 或者是樹 打樹那種 蘭住它 而筍呢 就是打橫的肝 有樹有橫 才是成形的 這個蘭筍呢 是這個意思 而那個蘭筍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見過 各種的蘭筍 是把寶珠串連一起 成為網狀 這是非常莊嚴的裝飾物 以前 其實寺院裡面 那些糧 那些地方 都是有這些蘭筍的 但是現在就少了 我們中國比較少 聽說反而日本 還能保留到 即是在那些筍頭 那些橫樑 那些地方 怕那些小鳥進去 做鳥巢 作鬥 那樣 它是為了保護的 保護那些寺廟 寺院的 那個呢 就是有點像 類似是這樣的 但這裡當然是更加莊嚴 因為它全部是寶物 是一些裝飾的寶物 那四寶呢 我們這裡說四樣的 金、銀、流離、玻璃 其實這裡是有表法作用的 表什麼法呢 就是表法法裡面的 常、樂、我、正、四種功德 它是有意思的 好 那我們繼續學習下面的經文 請大家合掌 由射離佛 極樂國土 有七寶持 八公得水 充滿其中 池底順以金沙布地 四邊街道 金、銀、流離、玻璃合成 上有樓國 上有樓國 翼以金、銀、流離、玻璃、車渠 赤珠、馬魯而鹽色之 池中蓮花、大如車輪 清色清光、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白色白光 微妙香結 射離佛 極樂國土 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好 這裡的這一段經文 它的意思是說 射離佛 極樂國土 有七寶持 池裡面 裝滿了清淨 潤窄的八公得水 池底是由金沙鋪成的 四周圍 池岸、台階、道路 都是由金、銀、流離、玻璃等等 很多種的寶物 巧妙地結合而成的 岸上的樓國 同樣都是裝飾著 金、銀、流離、玻璃、車渠、赤珠、馬魯等等 種種的妙寶 莊嚴無比 這個八得池中 永生出尊貴的蓮花 團圓周靜 大到好像車輪一樣 淫淫生輝 轉動著不同的顏色 青色的蓮花 就散發著青色的光 黃色的就散發著黃光 赤色的就散發著赤光 白色的蓮花就散發著白光 晶瑩剔透 窮微極妙 清香四日 雅至高結 他說 四日佛 極樂國土 好這麼清淨莊嚴 都是由阿彌陀佛的大願功德 所成就的 這個就是那段大距的意思 而這一段的經文 它主要就是講 跟我們密切相關的那些蓮花 為什麼那些蓮花 跟我們有密切相關的呢 這個很重要 關係到我們本身 我們凡夫 最重要的 其中之一跟極樂溝通 就是那些蓮花 因為我們以後往生到極樂世界 其實就是在這些蓮花那裡 會發生出來的 所以跟我們是密切的關係 而八功德水呢 正所謂八功德 就是情靜 清冷 甘美 輕軟 潤澤 安和 這些八德 有八種的功德 在經文裡面有說 喝了這些水 可以隨機解開 更加重要的是 喝了這些水 可以掌養豬根 增福 增慧 所以為什麼 在極樂世界 這麼容易呢 是不是 一個個都是去到 一連花一出來就是大菩薩 因為那個環境就是這麼殊勝 你看那些水都這麼厲害 喝了那些水 可以增福 增慧 豬掌 掌養豬根 我們可以想而知就是 那個環境的殊勝 而大嶼車輪 我們這裡就知道 大嶼車輪不是說 我們這世界的車輪 有些人說大嶼車輪 車輪都不是很大的 其實這裡指的是 不是我們這世界的車輪 是指 轉輪聖王的千福金輪 千福金輪有多大呢 我們參考一下 這個《觀無良壽經》 其實也對蓮花是有描述過的 我們看回它 你看看有段經文是這樣說的 一一蓮花 團圓正等十二尤巡 這個尤巡當然是印度的單位 長度的單位 按照專家的考證 多數人認為 一尤巡大約四十里 四十里折回我們習慣的公里 都等於二十公里 十二尤巡 這樣算起來 你都二百四十公里 一朵的蓮花 普通的 我們可以按這個概念想想 二百四十公里是甚麼概念 一朵花這麼大 這個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非常之大 好 下面我們繼續學習下面的經文 請大家合掌 由射離佛 彼佛國土 常作天惡 黃金為地 宵夜六時 宵夜六時 宵天萬陀羅花 祈禱眾生 常以清誕 各以依格成眾描花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即以食時 還到本國 飯食經行 射離佛 極樂國土 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好 這一段的經文 它的意思就是說 還有 射離佛 阿彌陀佛清淨功德 所成就的國土 空中時常演奏著美妙的音樂 大地是用黃金鋪成 隨著不同的時份 萬陀羅花就好像下雨一樣 很密集地從天上飄下來 向江莊嚴賞心悅目 極樂國土的人民 他每天清晨都拿著些 妙軟的花具 裝滿種種的妙花 去其他佛國 供養十萬億諸佛 中午時佛 就回到本國傭齋 但飯後又驚嚴 那說 射離佛 極樂國土 如此清淨莊嚴 受用自在 供佛如意 這些都是由阿彌陀佛 大願功德成就的 那這一段的經文 主要就是說明 眾生往生之後的受用 往生之後的生活 好 那下面呢 我們也解釋 這一段裏面有的一些明相 那譬如 日末 三個時辰 三個時辰 那夜晚又是三個時辰 就是初夜 中夜 後夜 因為他一個時辰 我們知道了 因為他把二十四小時分為六份 六個時辰 那等於他一個時辰 他的一時 就等於成四個小時 是吧 是這樣的概念 那等於我們中國人 以前兩個時辰 現在小時 就是四個小時 這樣 好 我們也可以看到 佛陀在這裏 他是用當時人 能夠聽得明白的方式去講法 所以他是很順應眾生的根基 只不過我們現在也有少許不同 聽起來就要解釋一番 佛也是當時很善巧的 而曼陀羅花 其實意思就是 花很美 賞心悅目 總之就是靚花 天花 而衣格 就是衣服前面的前襟 前襟 即是以前的那些古人 比較容易明白 那些裝束 他前面有個前襟 在那裏 拿起來兜著 可以裝東西 拿來裝花 那就是衣格 我們理解一下就算了 而經行 原則上 一邊誦經 一邊慢慢行 即是走著來誦經 就是經行 但這裏也 我們妖佛的時候 我們一邊行一邊念佛 都可以叫做經行 好 我們繼續學習下面的經文 請大家合掌 福次 蛇尼佛 比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 白鶴 孔雀 鸚母 蛇尼 加寧貧騎 共鳴之鳥 是諸眾鳥 喬夜六時 出和雅音 其音演唱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 八聖道分 如是等法 祈禱 祈禱眾生 文是陰耳 皆悉念佛 念佛 念法 念真 蛇尼佛 與物為此鳥 實是罪報所生 所以者何 彼佛國土 無三惡道 蛇尼佛 其佛國土 尚無惡道之名 有實 是諸眾鳥 皆是阿彌陀佛 欲令法音酸流 變化所作 蛇尼佛 比佛國土 微風吹動 珠寶寒樹 及寶羅網 出微妙音 譬如百千種惡 同時驅作 文是陰者 自然皆生念佛 念佛 念真之心 蛇尼佛 其佛國土成就 如是功德莊嚴 好 這一段的經文 它的意思是說 其次 蛇尼佛 比佛到處 比佛國土 到處都可以見到 種種色 雜 零多之的奇妙雀料 包括有 白鴻 孔掌 鷹母 蛇尼 嘉寧貧騎 共鳴之鳥 這些吉祥靈鳥 不停發出黃雅的描音 流暢地演說 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 八聖道分 等等 種種的描法 極樂國土 極樂國土的眾生 聽到這些描音說法 自然就念佛 念佛 念佛 念憎 他們感恩三寶的恩德 蛇尼佛 你不要以為這些雀鳥 是由罪報所生的 他們和娑婆世界那些飯鳥 是完全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阿彌陀佛的清淨國土 是絕對沒有三惡道的 蛇尼佛 阿彌陀佛的國土 連地獄、惡鬼、畜生 這三惡道的名字都沒有 怎麼會有三惡道呢? 這些雀鳥 都是阿彌陀佛 為了洗髮音宣揚流暴 專門用神力變化出來的 蛇尼佛 極樂國土的風聲、樹聲 都在此宣講妙法 每當微風隨起 寶樹羅莽 依次擺動 枝葉雙碰 種寶雙寇 就好像千百種樂器 一起演奏 微妙相和 當大家聽到這些妙音的時候 一切的煩惱自然蕩隨 自然就會念佛、念法、念憎 蛇尼佛 極樂國土如此清淨莊嚴 都是由阿彌陀佛的大原功德成就的 這樣 這一段主要就是講了 阿彌陀佛國土眾生自在文法 下面呢 我們也要解釋一下一些名相 在講到小鳥裡 就有一個嘉寧貧騎 嘉寧貧騎當然也是印度話 翻譯成我們中文就是描音鳥 有一種小鳥的聲音很妙 就叫描音鳥 那怎樣描法呢 聽說他還未出生 還在穴殼那裡 他就懂得唱歌 這種小鳥 所以先天非常強 歌聲寧良和雅 十分之好聽 這就是嘉寧貧騎鳥 共鳴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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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鳴之鳥就是 有一個身體 以後有兩個頭、兩個心 共鳴 即是兩個生命在一起 這兩個生命當然他們 果報相同和深色 果報相同 但是深色不同 獨立開來的 這就是共鳴之鳥 下面有一個名相 就是五斤 五斤 就是三十七道品裡的一部分 因為三十七道品 如果我們有佛教基礎 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指四念柱 四正勤 四如意足 五斤、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 如果大家把前頭的數字加起來 總共有三十七樣 而五斤 五斤 我們講到 因為經文裡面有提 五斤究竟是說什麼呢 我們都了解一下它大概 五斤意思就是信斤、精進斤、念斤、定斤、畏斤 這個要知道一下 這個大概 五力就是五斤、逐漸、增進之後 它所產生的五種破邪的力量 那種力 那就是什麼呢 就順應五斤的說法 就是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畏力 那七菩提分是什麼呢 七菩提分是由五斤、五力所顯發出來的七種覺悟 包括念、摘法、精進、喜、興安、定、寫 這些明相我們都知道一下就算了 不一定要很深究它 因為你怎樣深究都是不明白的 因為你的層次未到都是不明白的 那我們繼續下去八聲道分 八聲道分就是 通往涅槃、遠離偏邪的八種聖者的道德 這個也是 你要到那個境界才能達到 所以我們明相上知道八聲道分 包括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名、正精進、正念、正定 那有些可以理解的 有些就比較難 正定的那些是怎樣定呢 我們根本沒有人法定 我們現在處於不定 所以是很難理解那種境界 以上這些就是世尊讚嘆極樂世界的莊嚴 雖然剛才說的這麼多三十七道品 很多的明相我們不太清楚 但其實這些東西 一到到紀律世界 就全部清清楚楚了 全部清清楚楚 因為你到那裡的境界 你自然就通了 因為那些東西講來講去 都是講的層次、心的問題 我們一到那裡沒有妄想執著 自然就通達了 所以我們不用在這裡 很會執著花時間去研究那些 三十七道品的東西 而且你研究來也研究不通 根本上是 研究不到的 那麼這裡 由此開始 我們一旦往生極樂世界 自然各樣東西都圓滿 三十七道品也都會通達的 就是這樣 我們最重要的始終都是那句 我們要信佛、念佛 要求生西方結樂世界 這個才是根本 是解決我們生生世世永遠問題的 最根本的東西 大家說是不是 好的 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這個講經就到這裡 南無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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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 为众生愿 实必幸福 众生要多青年 多美多佛 永在你身边 快些年 凝乎 必亲愿 至少终能 避免花 永在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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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